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较高级 阿芬就拿一個貼文 分享 都可以吧 不然我們今天各籌 各籌 現在有比較不卡了嗎 現在大家 再幫我們看一下 剛剛sorry 不好意思 現在有比較好了嗎 CINDY現在有比較好的嗎 應該有了吧 因為人 人回來了 沒有 沒有比較好嗎 好多了唷 好那我迅速的再講一次 今天的主播主題是咖啡廳穿單 然後我們現在是穿一樣的套裝 我是綠色 Picky是咖啡色 閃耀是灰色 先從可宇直接開 我是裡面加了一個黑色的蕾絲 好快 綠色配黑色感覺蠻高級的 然後呢我還配了一個綠色的蕾 然後還有這個帽子 也是這一半的新品 然後它這邊有一道綠色的 所以你拍照是可以在哪 或是放在桌上拍 請進照 然後我搭的靴子也是這一半的新品 有黑色跟咖啡色 我穿的是黑色 這個很可愛 這個蠻百搭的 就是應該是每個人都可以駕馭 就是都可以搭配的鞋子 然後這個套裝原價八百九 但明天早 特價到明天早上十點 只要五百九 少了多少錢 三百塊 然後換算一會 講了兩次 到明天特價 然後我今天的穿搭的話 是 我是故意裡面沒有去搭配 但是因為它這件只有做one size 然後裙子是有分SML 但是上衣子只有一個尺寸 所以小織女的話 就是 看你平常穿寬鬆的話 就是你可以不購買 但是這件其實算是 版型是比較大的 然後因為 雅筑跟可余他們裡面都會搭內搭 或是搭雷絲 然後我是單穿 所以單穿的話 你們可以跟我一樣是做 直接穿船型領 就會比較蠟 然後也可以做 鞋尖的 鞋尖的 就是更蠟 你還可以整個拉下來 拉到風 而且一字靈啊 可以 一字靈可能會很卡吧 因為它真的沒有做彈性 對 然後我今天搭這個貝雷帽已經是補貨 又買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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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還會再補 所以之後大家一定要 鎖在我們的現實動態 然後今天搭配的這個耳環也是之後賣的新品 之後的新品 有人問說材質保暖嗎 材質保暖 它就是外面是刷毛 然後裡面它是這種 其實我覺得蠻熱的 對啊 還是因為剛剛太緊張 只不過斷掉 害我現在都流汗了 但是這邊有點空 所以如果怕冷的話 裡面還是可以搭高零的 對 維巾也可 可是維巾後面這邊也是冷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怕的人 我建議你穿高零 你可以搭高零的吧 對 然後我今天還配了一個包包 因為我想說去咖啡廳 好像一樣的書 你還在那本書嗎 就是故意要拿書 那你要鑽在那邊 那大家幫你截圖一下 好 不用啦 最後再截圖好了 好 換雅筑 好 然後我今天是穿 一樣穿灰色 這個我週末已經穿過 但是我週末其實是穿 可余身上穿的蕾絲 那我是配白色的 這個 然後我今天想說 因為咖啡色我也有穿過了 然後這兩色我都覺得 這三色我都覺得蠻好看的 然後綠色我覺得是最顯白 但是如果你是比較 你不敢嘗試太亮的顏色 那我覺得灰色就是首選 因為灰色就是 就是最基本的顏色 因為我今天是穿球鞋 嗯 球鞋的搭配這樣 這樣有什麼好看的 剛好有對到 兩種好可愛喔 然後 就是 我要講什麼 好 就是剛剛說保暖穿到 好像也可以這樣穿 可以可以 因為我這個是做有點小高鈴 是這一週的是這個開插 小開插的那個 它有小開插 然後我就想說把它穿在裡面 配這樣有點層次的感覺 然後因為它袖子是很寬的 然後所以就是 可以藏在裡面 可以藏很多衣服的 可以藏在裡面 對 我也是覺得說 這樣子有故意 加兩件的感覺 加兩件的感覺 這很流行這樣子搭欸 如果知道是買傳心靈的 裡面都可以搭蕾絲 因為其實我是看 那個Peggy和小儀他們的 model的穿搭照 然後我就想說 好像可以這樣搭 然後我就自己去搭了一件 喜歡的東西 然後因為我自己本身 其實穿休閒 但是我會穿 我也會穿比較女生一點點 但是不會是很甜美的 然後我會用一些小配件 像是耳環 這個是新的夾式耳環 可是這個我不知道什麼時候上 可能要問一下 這是新款的 之後的 對之後的 跟我的很像是雙胞胎的感覺 只是我的是只有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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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的是下面還有一個 那下面還有一個 植蓉的斷彈 一個是綠的 一個是黑白的 對 然後會 就是 這三個顏色 我覺得我們都可以穿的是 今天穿是 我是有點休閒的感覺 然後可以穿是比較 大人系大人的 然後可瑜今天穿就是 皮育 我覺得我應該 我應該披一個那個 皮肩的 皮肩的 皮肚草 這很適合拿一杯咖啡 阿明 有沒有都拿咖啡 你要拿咖啡 那好可愛 他這個是這個咖啡嗎 而且他小心那個杯套 他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那個杯套 這個杯套好可愛 杯套是Ruby做了很久的 好可愛喔 好想要 Darling You are really pretty 的那個標語 還有這個 因為他說他今天佈置這個布景是 My Me Cafe 對 那我們今天一定要在這邊拍一張照 對啊 等一下幫我們等一下拍個照 就這樣然後拿一個墨鏡 帶一個墨鏡 跟高跟 墨鏡 我有買別家品牌的墨鏡 我知道 那個我還可以戴一下 其實我要講一下說 這一件 它 我覺得是蠻保暖的耶 而且它材質其實算蠻特別的 你看它的這種 這個紋路很可愛 好舒服喔 整個很舒服的感覺 整個很舒服的感覺 嗯 就是感覺很舒服 然後 喔 剛剛 因為我覺得穿這個衣服 因為它是做有點 裙子 我覺得它有點高腰的 比例會比較好 然後你可以紮進去 我是有點 我有肚子 但是我這樣紮 我覺得好像可以遮 就是很假裝是 那個很寬鬆的感覺 對 因為它後面好像有開叉 然後你穿這種 兩件事我都會想要 把一點點的袖子露出來 就是露一點點 有一點層次感 可是這件很可愛 是因為它的這個袖口 是做這種抽皺的 就抽 大家好像蠻喜歡 像荷葉抽皺的感覺 然後就是露一點點 就很可愛 因為它的臨口也是 對 然後我剛剛突然有發現說 這頂帽子 這是這週的新品 它有三個顏色 重點是這頂帽子可以 這是韓國的 這頂帽子可以調寬度耶 喔真的喔 喔真的喔 你們看這頂 就是一般的紳士帽 可是它這裡面 它可以調口耶 好貼心喔 對它是鬆緊帶 這邊 哇 這樣很貼心耶 就是你如果頭很小的話 那你頭很大也不用擔心 它很小你就可以 就是黏緊一點 這邊 這邊有這個 這個叫什麼魔鬼簪 對裡面有魔鬼簪 你可以這樣子 它藏在那個帽圓的裡面 對 好貼心喔 我外面有沒有發現耶 有 可是其實我的頭算大 好啦 要這樣芽芽來 就是如果 如果你想要帶平的 你就只要靜一點 就是它可以調大小 我覺得很貼心 對啊很貼心 因為好像很少 就是紳士帽做 可以調頭圍的 對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通常拍照就是這樣拍 反而是你的招牌照 對 因為就不會露出眼鏡 這好可愛喔 最保險的拍照 對 分享這則為主 兩篇都可以分享 兩篇都可以分享 因為剛剛是我們網路不穩的關係 所以我們決定兩篇都各抽一遍 我把衣服拉出來給你們看長度 是很長的 這個我覺得單穿搭那種 就是黑褲 好像也可以 可是我比較喜歡它抓進去 因為好像比例看起來比較好 我覺得它是可以出門的時候穿 就是你搭一些配件 它是可以出門很好看 可是你如果不搭配件 就直接穿在家裡也是很舒服 而且它今天上衣真的很大件 你知道在家都不知道想要穿 寬不寬鬆的 超寬鬆的 就是它可以很休閒 但也可以出門穿 對 所以我們就是三個顏色 Peggy跑去哪裡 Peggy去換衣服 她換衣服喔 那我們三個沒有標罩欸 我覺得我們可以試換 試換 因為她換比較快 她先去換 那你今天有什麼 跟大家說的嗎 就是 這一件 剛剛已經講過了 就是我們這禮拜 特價的款 除了這一件還有一個高齡的大學 那一件更便宜 那一件是290 更便宜 那一件很貴 就是要加重大家的那個印象 另外一件是290 這個是390 都只到明天早上10點喔 就是明天早上10點過後 它還是會再加上 如果沒有賣完的話 可是就會是原價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 就是優惠價購入的話 就要在明天早上10點之前 我好像也可以換個帽子 高齡那件米色已經買完了 只是高齡的話 剩下卡其紅跟綠 你等一下會穿給大家看 對 所以剩三色大家可以趕快幫忙 其實我自己蠻不習慣 可是大家都說很喜歡綠色欸 就應該把臉遮起來 你也不用這樣吧 因為剛剛很多人都說很喜歡綠色欸 我覺得你是把 他們燒到他們綠色 我自己也是覺得綠色 因為綠色最深 這三個眼色裡面 最顯色 最深最顯色 Peki好快喔 小陽換了一個帽子 我換帽子 這樣其實也好像也可以 我今天穿球鞋應該可以 就是 對啊 對 穿球鞋的時候就是這樣 好了 我換第二套給大家看 Peki直接上次了 我換第二套 她很出來的時候 她很出來的時候 我這邊空了 不好意思我們咖啡片 有音樂了好不好 我換好了喔 對 不好意思欸 通常就是這樣子 通常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我要去換一個 這樣真的很像在咖啡廳欸 就是有球鞋 真的啊這樣 好寒喔 就是通常這樣應該是要 因為我手機 應該要這樣拍對不對 對 好應該通常都要這樣 然後拍一下球鞋跟裙擺的感覺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最專業 對 好 然後就是點個餐或什麼的 對 就認真可以營業的感覺 嗯 就是你搭這種 棒球帽 因為今年我覺得很流行棒球帽欸 對 然後都可以戴 我們這樣放眼望過去 就有幾個人戴了 1 2 3 4 很多 我今天也是 很多人 就是 這邊就是我們上班 頭都很 很飽暖 頭都很飽暖 最近真的要防一下頭 而且棒球帽 其實好像也可以搭蠻多 可以 棒球帽什麼都可以搭 就是什麼的西裝外面 都可以搭欸 嗯 好現在可以 慢慢進 好 有說剛剛是空腸 好 然後我今天要換第二套 這件 這件很可愛 這件很可愛 它這個是做 就是它其實 它其實是一件的 比較合色的 但是它是做兩個 就是配色的 就是它的領口 跟它的袖子 袖口那邊 超可愛的 我覺得 胡綠配白嗎 白色的 胡水綠的那件也很可愛 就是官網那個形象 胡水綠應該算是 我們比較少會出的顏色 然後那個顏色比較特別 而且它 蠻顯白的 對 它有三個顏色 也是有分SML 對 所以它是做 比較貼身的 然後到袖口 寬袖 做喇叭秀 的感覺 就會比較 跟以往我們 紙桌配色的 不太一樣 然後 洋裝的話 也是這週的新品 洋裝的話 也有三個顏色 然後也是有分尺寸 SML 然後黑色可能 看不太出來 它其實是白折的 它的剪接線 是做在比較高腰的位置 所以你不用怕 看 穿起來會很像孕婦種 因為它是整個 讓你的比例 會讓你看起來比較高 它的肩帶 是不是可以挑 好像不行 它的肩帶不可以挑 但是如果 比如說 比較小隻的女孩 好像可以把它封起來 一折之類的 或是 因為它一定 如果太長的話 就是一定是要 內搭 就是外穿型 對 因為它其實算是外搭的 對啊 因為它出在冬天 所以它其實 外搭的 然後它下擺是做 擺成裙 擺成裙呢 是很近 你要不要轉一圈呢 好 拍照的時候就這樣 然後佩奇今天配的是 挖鞋 這樣感覺很修長 我覺得是 冬天好像都 就是好像必備一手 每次直播都穿這個 或者是要靴子 就是冬天一定要穿靴子 這時候 誰好像就不用想什麼 就可以 全部都可以搭 然後這週的帽子 貝雷 爆頭帽 也是賣得很好的 然後也有三個顏色 對 然後我自己是買黑色的 它的版型我很喜歡 而且其實它 因為很多 帽子都算 鬆的 但我 因為我頭可能 算小的 但是 是緊的 是可以戴的 它這個雖然不能調頭尾 但是它的 算是戴上去不會 掉的那一種 對阿 我的頭應該算是 大眾的頭尾吧 應該不會有人問我頭尾多少 反正就是我戴上 還是你要知道大家怎麼戴 它可能 剛戴下去會是 可能 沒有人戴過 它可能會覺得 怎麼戴起來好怪喔 就戴起來扁扁 但是 其實它是要 就是它是要往下壓 就是往下拉 它才會 它才會 那個帽型才會出來 所以 所以 它沒有辦法就是這樣往後 戴後面的感覺 就是很拉 就是其實它要整個戴上去 它是這樣 就是往後 後面要拉往後一點 拉下去 它的那個 蓬的帽型才會出來 好可愛喔 然後 就是會剛剛好 而且我覺得它的那個毛料算很厚的 對啊 就是其實冬天 它其實有點像毛帽的感覺 但是它是做爆頭帽的 它是針織的毛泥 對 好癢 然後我今天的腮紅 試用 試用 試用那個 明天的 大家有去試用了嗎 我們在那個 對啊 大家有去試用了嗎 就是聽說好像 真的有人去試用 然後大家有去拍照了嗎 好像 有人說 有人說 那個壓下去立馬變好看 對啊 真的 真的 先是 就是佩吉的 佩吉的教學 對 壓下去 其實它有杏碎欸 我再戴一下 等一下喔 我再戴一下 這個帽子好了 那個 這樣子搭好像也可以 好像也可以 其實我覺得這個帽子其實算蠻好搭的欸 這個版型很挺啊 對啊 而且它的質感很好欸 它的質感很好 短帶 它還有配綠色的短帶 這好可愛喔 它裡面是有做 鬆緊的 就是可以調解式的 有鬼戰的鬆緊 好可愛 可是這個我們好像都調很緊 等一下 這樣好像太緊了 我要調鬆一點 好 這樣子 這樣完全就是咖啡廳傳達 就是拍照完全不會 Andre妳怎樣拍都會好看 對啊 這樣 好 好 可愛喔 那我要先拍張咖啡廳 好 妳就坐下巴 我也要拍 其實我很少去咖啡廳欸 妳很少去咖啡廳 妳很少去咖啡廳 因為我很少喝咖啡 哇 妳不喝咖啡對不對 喝果汁吧 好可愛喔 欸妳這樣超可愛欸 側面超可愛 就是戴這種帽子是不是都不能露臉 對 完全一個欸 就是不NG拍照吧 好像都一直要做側面了 而且妳旁邊還擺一個包包 超可愛的 欸真的欸 是雅筑剛才沒有看完 好 她幫好妳 她幫妳say好緊 哈哈 好 雅筑換跑好了 好 有人說看一看突然很想吃下午茶 對啊 我們今天也是吃了蠻多下午茶的 我也來了 換小羊 也來了 就是 我很喜歡那種就是不用想 什麼都不用想 然後就是上班就可以穿搭的 嗯 這很多還好捲 小羊身上的是高領厚針織 蓬秀洋裝 她有三色 她的那個組織是比較厚的 然後她是泡泡袖的感覺 這好可愛喔 很有份量的那種針織 非常有份量 對 今年就很喜歡泡泡袖 就不管任何的條紋啊 樹面啊 大雪梯啊 什麼的 都很喜歡這樣 然後我就是搭了這個 這週上架的那個 爆頭帽 爆頭帽 然後有三個顏色 剛剛佩可戴的是黑色 佩可戴黑色 對佩可戴黑色 這三個顏色我很難挑欸 因為其實都算蠻百搭的顏色 因為妳會覺得黑色一定要有 對 但姓色又很 又很可愛 對很可愛 那我是覺得 就是 因為有有人問我 然後我想一想 覺得說好像 如果你平常穿的比較女孩的 其實妳是淺色 應該是看妳皮膚有 比較多 有點個性 對比較個性 小個性的感覺 小軍風的 小軍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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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158 然後這件 這件毛衣到我的小腿下 小腿肚的下面 小楊妳這個好像感覺是 就是假日睡覺中午 要去咖啡廳吃Bruns的船吧 對 好像用這樣子的船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大家快點截圖 大家快點截圖 就是妳在咖啡 但是在咖啡廳這樣做得不太好 在家裡的話 但那個長度其實蠻剛好 那個長度很剛好耶 這個睡覺我不建議穿 因為針織好像沒有 睡泡嗎 睡覺沒有 但再加這樣子也很可愛 就是整個 這個顏色我覺得不會很粉 就是它是 跟這個粉比起來它是有點 我會想叫它泡泡粉 泡泡粉 有點乾燥玫瑰粉的感覺 跟妳的耳環很搭 嗯 這個耳環 這個耳環我記得有補貨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賣完了 好可愛 這樣超可愛的耶 嗯 就是很想要這樣子 介紹的東西 今天介紹的都是上架的 就是我們本週的新品 然後把那個道具跟那個布景 用的淋漓進去 對啊 而且好搭喔 完全很搭耶 這個還是這個 不要收掉啦 不嫌胖 我覺得不嫌胖會很胖嗎 因為我本身是 我是露露的 等一下會有 就是你知道三十個留言說 不會不會 我一五八但是我 五十二 我是胖的 但是我穿起來我自己覺得 它其實算長肉耶 就是因為它其實都把它折起來了 不會 就是蠻舒服的毛衣 但是因為你知道毛衣都會透風 就算是再厚的毛衣都會透風 那你如果是很怕冷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穿發熱衣在裡面 這樣就很保暖 這樣就很保暖 就內刷毛的或者發熱衣在裡面 至少穿一件它可以擋風 對 因為我覺得穿毛衣就是你天氣在冷的時候 你還是要戴一件外套 對啊 盡量還是戴一下 嗯 然後還有什麼 材質 材質 我覺得這蠻舒服的 你們看得出來它的毛料 摸起來也是舒服的 對 它其實算是粗燈質的那一種 對 這個很像寒貨 對啊 很高 很厚的那一種 這一季因為我們質感都提升嘛 所以其實在不管是毛線或什麼 我都是 我們都是 我們互相告訴彼此說 我們一定要做出讓 我們自己 對 讓大家都很喜歡的商品 我們自己很想要買的商品 算CP值蠻高的那種 CP值很高 對 這個有追加 嗯 肩膀顯壯 那我本來就比較壯 我覺得好像海豪欸 那我本來就比較 我是肉肉的啦 如果你們 但是我覺得不會怎麼樣 這件外套怎麼搭 不會到顯胖 這件的外套 搭大衣我去拿 那就我給咖啡 不覺得大家覺得這個景很可愛嗎 是Mai Mi咖啡 你不要自己在那邊老婆 我自己會進來好不好 等一下我在找 我身上穿的這件叫什麼啦 這裡啊 裡面的這一個欸 因為你好像沒有寫到 這個是 這是這裡擺的嗎 我算這樣嗎 你幫我收信一下 好 還是你穿本 我沒有穿本 好 我來介紹一下我這一套 首先我要先做第一個感覺 我覺得你今天是不是走貴婦風啊 其實 好熱喔 我今天好像是走明媛風欸 這外套我看到 我就是稱呼它為明媛外套 因為我看到小楊穿粉 它還有粉紅色的 可是粉紅色還好 不會很明媛的 黑色比較明媛嗎 因為我覺得它是因為黑白配的 那你是閃櫃嗎 裡面的那個 好 就是呢 我叫它講什麼 明媛外套 對明媛 而且配上這個千鳥紋 好像也是有明媛的 但是你還是有點可愛感 裙子已經賣完了 裙子已經賣完了 然後外套就是我們 這禮拜的 有粉紅色跟黑色 黑色 沒有它只有兩個顏色 然後有分尺寸 它這個啊 它的扣子 而且它的那個珍珠超大 我覺得超可愛的 是圓圓的 你看是圓圓的珍珠欸 超可愛 是認真一顆珍珠 不是做一半的那種 是認真一顆珍珠 是認真一顆珍珠 然後像這樣子 然後你搭一個裙子 靴子跟剛剛是同一雙 但是我換成咖啡色 你這樣子坐在咖啡廳 好像會很可愛 靴子好像很百搭欸 你好像每一套 都搭這雙靴子 我今天就是決定 要代言這個靴子 那好像可以 你是不是可以一個 帽子啊 如果有配一個戴人 我要更像明媛 有人可以給我一個帽子 可以你把 這樣子是有在咖啡廳的感覺嗎 這個是搭的嗎 好像帽子嗎 自己在咖啡廳的感覺 很高級的感覺 聖誕節快到了 所以就是裡面搭 紅色的高零 紅色的高零 節慶的感覺 然後再搭上這個耳環 這耳環我 上禮拜去直播的時候也是 出外景的時候也是戴這個 我覺得今年冬天好像 就是要一間高零 這個扣子會不會很容易掉 但還好欸 我覺得它算是緊的欸 因為剛剛穿穿脫脫蠻多次的 它不會說是只有縫一針的感覺 它是整個是 粉色外套實穿 是這一件嗎 可以去看那個官網上面 有一個小雜誌 小楊在裡面有實穿的那個 珍珠大好看 我也覺得這個 這個珍珠真的很大超可愛 這個外套最可愛的那個 點應該是珍珠 珍珠大珍珠 還有它是 它是這種毛毛的那種 蠻海的感覺 蠻海的感覺 很舒服的 太給你摸 它真的很大 很舒服啊 然後它超級薄奶 我現在大概就是 一種暖暖爐裡面的感覺 這真的很 這件真的很暖欸 如果你不想要穿太多 然後又不喜歡穿太 不喜歡穿那種 你知道羽絨衣啊 那種膨膨的 嗯 要沒電了 不喜歡穿那種羽絨衣膨膨的感覺 可是又怕冷的話 可以穿這一件欸 然後裡面再穿一件發熱衣 或是高零就很暖欸 我現在很暖 對啊我剛剛一穿上去的時候 哇 加溫喔 但是因為這個材質的關係 應該是這個材質 因為它裡外都是這個毛 它有點 它有點蓬蓬熟是不是 沒有這個毛一隻那麼透風 嗯 對它很膩 嗯 好舒服 它超暖的 過期間還會再補貨喔 嗯 再讓大家看之後一次 我要畫一個 這個好像真的咖啡 其實是很不錯欸 那我也講一下 我穿個外套 因為剛才有人問我說 這個泡泡袖要怎麼搭外套 我搭了上禮拜的 上禮拜的這個白色大衣 上禮拜的這個白色大衣 他沒穿起來 我把它穿起來 這樣搭這個帽子好像 也很搭欸 嗯 嗯 因為好像是說 嗯 因為泡泡袖是有點大 所以你外面的外套 一定要穿 寬一點 對對對 再寬一點點 不然會覺得好像 就是很擠的感覺 對對對 因為這樣也是 因為泡泡這個 它也可以露出泡泡的地方 就是看起來 比較不會那麼的 對 平凡 這樣其實也算是蠻顯瘦的欸 因為它側邊有一點 它版型比較立度法 這款白色外套 對 好 那我介紹完了 那換我 超遜足的 剛剛有人說 想看那個格文裙 然後我們就領事搭了一套 就是 這個商業化 是剛才小楊有搭在 灰色套裝的裡面 灰色套裝裡面的白色 它這一款是有蠻多顏色的 對 然後蜂衣外套的話 就是我們一直都 賣很好的那個 巴黎的那個 倫敦啦 欸 那是什麼 倫敦 你從英國的 倫敦 英國的那個 蜂衣外套 然後帽子 也可以這樣子搭 而且你這樣完全就是很倫敦的感覺 就 倫敦街頭的感覺 對啊 很像外國的感覺 所以灰色帽子的話 布丁 其實一定能搭同色系 其實灰色配杏色也是很好看 對啊 其實這樣也蠻可愛的 這樣子搭的話很像那個大地色系的感覺 對啊 就是綠色配杏色 其實這樣子也其實有一點很氣質吧 嗯 我覺得很優雅 很氣質 自己講 自己講 好等一下最後來做一下 然後裙子的話 我穿的話是 剛好合身 合身 合身 合身的腰 是格紋的裙子 對 他還有 橘色配 藍色 我現在穿的是 藍白格吧 藍白格 嗯 然後他是做高腰的 所以 所以不怕看起來比你會很 他其實算蠻修長的一個 格紋的中長 你看 看一下你的 沒有辦法 大概像這樣 這樣子吧 這樣子的一整套搭配 我覺得很好看 蠻顯高的耶 Peggy是158 158 對 這樣看起來有 大概有 16幾 165 封衣 封衣 這個封衣 我覺得 他裡面還有做按扣 就是 他裡面還有做按扣 這裡有個扣 真的耶 他其實是蠻 算多設計的一個 他是這樣子固定吧 然後再這樣 再扣起來 他其實算是設計感蠻多的 那如果你真的很怕冷的話 要真的 徹底的防風的話 就是可以 就是都扣起來 想知道長裙到哪裡 大概小腿肚吧 我158 這個長裙算是 算長吧 因為他已經超過 已經到我的小腿肚了 對啊 大概到小腿肚 然後他後面有一點開叉 然後Peggy肩大的話 是高跟的感覺 就是 其實真的算很修長 有人說 真的感覺 不 感覺不值158 就是算是蠻顯高的 應該算是 裙子的設計吧 然後還有鞋子 鞋子搭配 對啊 就是看起來很高 然後 我們下來給大家看一下裡面的上衣好了 大概是這樣 這邊是有做 開叉的袖子 好可愛喔 綠色 蠻顯白的 蠻顯白的 對 風衣 看起來笑 而且我們今天其實沒有打什麼光 所以其實算顯白的 因為鏡頭上起來看很白耶 其實這件 蠻顯瘦的 因為它是做有一點和聲的版型 而且它是做指紋的 比較貼耶 對啊 這件裙子 有拉鍊嗎 有 它在側邊 它在側邊有個 就是暗扣 就是 隱藏的拉鍊 它其實在這邊 這個位置 看得到嗎 它是做開叉拉鍊 然後它裡面 它裡面是有做內臉 所以不會怕很刺 風衣背面看起來怎麼樣 那再穿一次給你們看 它它風衣背面 其實做有一個小細節 就是做一個 綁帶 我再穿起來好了 綁帶跟一個 我想說風衣好像大家比較有興趣 然後目前庫存還有 對 有一個後 就是背面有一片那個 這樣超可愛的耶 我幫你引過來 我幫你綁好 它是綁起來看看感覺是怎麼樣 它可以綁起來或者是不綁 都可以 我覺得不綁的話也很好看 綁起來就有點像 很像一個洋裝的感覺 好像沒有綁起來過耶 你綁綁看好了 先綁綁看 然後袖子的話 因為它有做那個調節環在這邊 所以有時候我們可以拉得緊一點 就可以變成 就變成一個喇叭袖 然後就拉起來 看起來會比較利落 這樣好像也很可愛 然後我們現在好像都不太會用扣環 就是直接綁 就是直接這樣子綁 直接這樣子綁 你看好像越來越前面 哈哈 對啊我還是越來越迷近 對 沒有我是要推到不知道去哪裡了 這樣 再綁緊一點 這個就是正常的封衣的感覺 正常的封衣 它算是蠻輕的耶 就是算是 就是跟其他我們之前上架的封衣比的話 這款好像算是蠻輕的封衣外套 就是它不會到很鬆啊 不會到很鬆 我覺得它那一片設計得很好看耶 其實 就是算很夾粉的 就是這一片 它這邊有一片 它是只有做單點的 然後點到後面 我覺得那個設計很好看 它後面是有做那個 小飛匣的那個 小屁肩 對 一個剪材 就是很多層次的封衣 然後長度的話 剛好跟裙子是長度的 就是也是露出最 腳腿最細的地方 有時候很冷 如果真的這樣很冷 然後好像是一個圍巾 在外面也蠻好看的 或者說再留一個毛衣外套 而且你可以綁緊一點 就是看起來比較好 這樣真的很有氣質耶 是 OK 褲子還有喔 大家可以去買 喜歡綠色 我也覺得這次的綠色很好看 你說很時尚 很時尚的綠嗎 好 小楊換了也是換了一套 我換了我私心 因為這件是我自己的款式 好可愛喔 我想要介紹給大家 這是我的寶寶 我是用有點 霧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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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很貪心的是 這件是有內刷毛的 真的耶 這個是內刷毛的材質 就是保暖的 然後加了泡泡袖 對 泡泡袖 然後除了泡泡袖 還有側邊的綁結 這個側邊綁也超可愛的 因為最近不是好像 這種蠻流行的 對啊 這有點像延續鞋帶的那種綁帶的感覺 對 這綁帶超可愛的 有一點點小造型 但是這個是大家應該都 都可以接受的 都可以接受的小造型 我覺得 因為大學題有太多了 然後都是素素的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可以有一點點小變化 那我就貪心的把那一雙毛 泡泡就 泡泡一起加進去 但是我 因為我現在今天穿上 好像是可愛型的 搭著長 這個短靴 就是 也是這禮拜上而已 這禮拜上下的 這個靴子 好可愛喔 因為我覺得咖啡色 配粉紅色 是很好看的色系 對 然後 有一個是說 恩 因為我那時候在 在想這個款式的時候 就是 就是 覺得說它好像 可以綁蝴蝶姐姐 也可以不要綁 因為你如果不綁的話 就是一個垂墜的感覺 你搭牛仔褲 這樣也很好看 垂下來我覺得蠻好看的 有點像江江 對 不會有的東西刷手 對 然後但是如果你是 比較可愛的女生 你可以綁一個 蝴蝶姐姐 然後你搭短裙也可以 或者說 你要搭牛仔 就是男友褲啊 或合身的 牛仔褲都可以 它就是有造型 但是還是算白搭 對 恩 然後 就搭這個帽子 這樣子的感覺 那這個裙子還會再補貨 是剛剛有可語有穿的那個 牽鳥的裙子 那我身上這一件是 有好像兩色 有還有一件是灰色 灰色 灰色我特別搭了那個 黑色的斷彈 那個超可愛的耶 因為有一點點小個性 對 然後這個就是很女生的樣子 然後 看一下還有什麼 還有 沒有 這個黑色的帽子 它是配灰色的短帶 這個灰色短帶 這個帽子真的很可愛 而且它的帽型是好看的 對啊 它是平的 平的 然後但是你戴起來 你不會覺得很 很高 可是我覺得它質感很好 對 就是你可以戴的時候 有點斜斜這樣子的感覺 這種 這樣好可愛喔 我覺得冬天好像就是需要一個大月帽 冬天需要任何的帽子 真的 那就可以不用洗的 如果你沒洗頭的話你就戴帽子 你常常看我們每天好像戴我的沒洗頭 我去公司我戴的那個帽子疊 這疊的 越來越多帽子 越來越多買的 對 然後 短靴版型正常嗎 好像蠻正常的耶 但是如果你想要加增高鞋墊 因為我們都會加增高鞋墊 你想要加增高鞋墊 可以拿大一個 大半個尺寸 而且它有出到40號耶 對啊 蠻大的尺寸 算蠻貼心的 我介紹完這套 但我們兩個好像可以是一組耶 是不是 你說你下一套 就是這個感覺 一起說聖誕節 比較 年輕的感覺 我今天一隻是大學 一隻是聖誕節的感覺 可是我們一直在過聖誕節啊 我剛剛穿裡面穿的 我剛剛上一套裡面穿的那個紅色 不是 是MQ的 但是剛剛有人問 是不是我們這禮拜的高齡大學梯 所以我現在就穿了 紅色的高齡大學梯 去這一件喔 小陽突然走掉了 她要去穿另外一件 她什麼話都沒有說 直接走了 我要先跟大家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剛一開始有講 就是我們這個禮拜 兩款特價款 一個是高齡的 直播的禮物 就是套裝八百九 特價五百九 然後還有我現在 我還回來 我以為你三十號 剛剛突然一個不見 因為我想說 突然都走掉了 又要講這個嗎 還是等一下我脫色 等一下就先換個 最後再看 那我脫色的 好了 又不見了 這個大學梯也是特價兩百九 我覺得超便宜的欸 而且我覺得她那個 奶油綠超可愛 因為我超喜歡高齡的衣服 因為我很怕冷 對 而且這個高齡 她是做有一點算棉質的感覺 而且我特別喜歡這種高齡 就是你知道 不是那種硬要反下來 她這個 就是真的 官網的model 她就是穿米色 然後這樣 然後拿蘋果 微微的 很美嗎 而且很少高齡是做這種棉質的欸 對 一般都是好像都是真質的 然後她的袖子是這樣子的 也是有一點小拋拋袖 然後這邊領子是 她不是那種 就是像我剛剛上一件 是整個要這樣翻出來 她這不是 她就是這樣 知道有點 隨性的 沒有刷毛 沒有刷毛 可是她是稍微有一點厚度 不是那種 而且她應該 她不會雷薄之吧 因為像有些高齡會有一點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種反折的啊 有的時候就會有一點雷薄之啊 這個就是很隨性的在這裡 很像 用了一個薄圍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搭的 也是這個禮拜的 她看得出來 她是不是鏡頭上看不出來有條紋啊 對 但是我覺得這一件很顯瘦欸 她是 她是 像一下 第一個 第二號 她是 魔毛感條紋 花苞褲裙 她真的很花苞欸 你們看得出來 她其實很像一件裙子 但她其實是一個褲子 好像拍不到 她這邊是 拍不到她是直條紋的 花苞的 那個樣子 然後她穿的時候 就是把她的膀帶這樣 竖起來 然後是比較高腰的感覺 然後去自己扶手 小心 哇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很明暗欸 哇 然後她的比 就是然後 你高腰 然後再配給我跟這鞋子 比例就會看起來變好 而且這樣腿變超細 我現在看起來的比例有沒有變好 而且腿很細 我只有156公分 而且腿很細 而且是腿很細 所以腰尾可以把 你想要綁多緊 你想要綁多高 腰都到 多高腰 我可能會把她上下 這樣你穿 你套上去之後 她是很寬鬆的 然後拉上去 然後就可以把她 依照你的腰尾 拉緊 現在Peggy把我 就是立刻這樣 就是她會有一個縮腰的感覺 我還是這邊要調整 妳知道幫我穿塑身衣嗎 然後 請問可瑜帽子的內 內夾髮夾固定嗎 妳的帽子沒有吧 沒有 它裡面有一條線可以綁 它是可以調整的 太緊 哈囉 然後她就是可以這樣子 然後她這邊 其實我 剛剛快 她說妳的帽子 我要先跟她 就是坦誠的一件事 就是我戴帽子 帽子都不會掉 我不知道為什麼 妳可以往下 鏡頭往下拍一點 因為我想要拍到她的條文 其實好像拍不到 因為這樣好像拍不到 它是有一點紅橘的 這樣子有嗎 它是深藍色 然後配上有一點紅橘的條文 其實我覺得很可愛 非常可愛的配色 遠看的話其實也 很冬天 也是看不到 可是本人是看得到 就是小細節 低調的小細節 對啊 可是很可愛 最重要的就是 剛剛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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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蝴蝶結 跟那個花寶 而且這樣腿超級的 而且這樣腿超級的 冬天也可以穿的 短褲 褲裙 寬寬的褲拐 就會讓腳變形 變很形 妳小心要不要 我不會跌倒 我是一個不會跌倒的人 我只會跨要跌倒 不會真的跌倒 然後帽子就是 剛剛 Peggy也有戴的 就是補貨三次冷的 格紋帽 但是大家 大家不用擔心 她馬上又會 不是馬上 她還會再補貨 所以如果說 可以先加入清單一點 對 如果說在現實動態 我們的IG現實動態上面 會就是講說 有補貨的話 就要趕快去搶 因為 真的很 我想哥哥 會被嗎 配件真的很容易沒有 因為像是有人 IG私訊過問我要哪一個顏色 然後後來 她問完我之後 我剛好看到補貨 我就趕快跟她講說 補貨了 大家一定要去買 因為我很怕她搶不到 可是我覺得 妳如果不知道 要選哪個顏色的話 就看妳衣� 衣� 衣�什麼顏色最多 比如說黑格的話 就搶 因為 衣櫃什麼顏色最多 比如說黑格的話 就搶 因為貝雷帽 它是有配黑色 然後 咖啡色跟紅色 就是妳可以找 尋找那個 配件上面的顏色 Ruby有人說 妳的鏡頭越來越左 我們就是一直在 對阿 我們沒有 我們的咖啡不見 就是 紅色配黑色 其實 這就是百搭 就是 絕配 這兩個顏色就是絕配 然後真的很聖誕 然後我的兒懷還是剛剛那個愛心 紅色高領大雪梯 好看 這件紅色還有 真的好看 紅色還有嗎 而且她現在在做 限 好 好 我剛剛都沒有 好 就這樣 然後 倒數 倒數第二套 應該要讓小羊先 欸 它是加軸 它是壓軸 好不好 這是我們 因為小羊等一下是壓軸 所以大家很期待了 壓軸的東西 等一下就要來 然後我先快速的介紹一下 這件經常辦的連身的裙子 連身裙 它是做一套式的 然後 其實我是覺得是有點寬鬆 但是它是恰到好處的 寬鬆感的 很可愛 對 它是直接 這邊是做 腰圍是鬆緊的 但是不會非常緊 但是又是可以 是舒服的 是舒服的 然後腰圍又是剛好 我是可以卡住 但是它是 就是最好看的長度 再這樣子 它好像 它還有黑色 對 它還有黑色 然後它的袖子 也是很可愛 它就是 一樣可以拉起來 然後像這樣 這好像也是不用想著穿的啊 就可以直接穿出去 對阿就是直接穿出去 直接穿出去 帽子的話是選性色 看起來比較溫柔吧 然後如果在咖啡廳拍照 感覺就是要看那個 看地 你要看那個 氣質 Pegin今天走都是氣質 對就是要看鏡頭 比較大人感的 大人感嗎 這樣 這樣有咖啡廳的感覺 有 哇 你看看鏡頭 你要看東西 就是情境感 教大家怎麼拍網美照 就是這樣 一定要側面 然後帽子 不要看鏡頭 我覺得有時候 不露臉的照片 蠻好看的 它的材質 也算是棉 嗯 算是大學梯的那種棉質 嗯 就是算是舒服的那種 很少有洋裝做這種 就是 它其實看不太出來 像是大學梯的 嗯 對啊 就是很休閒 長度也到小腿度 然後它沒有 它是沒有口袋的 它就是一件式的 這長度大概到哪一樣 大概好像到 我覺得 算很長欸 算到腳踝 到腳踝了 快到腳踝 還不到腳踝 已經到腳踝 快到腳踝 好 大概是這樣 然後 要歡迎我們最後一套嗎 這樣好可愛喔 嗯 嗯 長度要有過 長度 超過小腿度 小織女會太長 小織女會太長 會太長 就是我覺得小織女會太長 會太長 可是因為我覺得它的那個腰是可以調的 它可以把它 再把它拉起來 小織女很瘦的話 可能會太瘦 就會像Molly可能 小織女可能 可能脫皮膚 如果 你是那個棉花糖女孩的話 也許可以 但是我們還是先不要買 你先幫你先不要買 我們先 我們先 確認一下 對 先確認 對啊 我覺得你好像 我們應該跟客人說 我先不要 我先不要 大概長度 加高學是已經 快到腳踝了 可以出大學踢肉肩了嗎 會不會太冷啊 會不會太冷啊 之前有 之前有啊 我們之前是有平衡的 對對對 後面有空 因為如果現在出的話太冷了 嗯 好 然後我換了一個 我的帽子好像沒有戴好 可是這邊 是那個 因為我先 我是要穿這個 高領的 我有穿綠色 在我的文章裡面 大家有去看我的文章嗎 是奶油綠的那個 我就是假日的時候 花了一點時間 想說介紹一下 就是新品 我喜歡的新品 然後 你今天戴的這個帽子 跟你平常戴的不太一樣 就是很有 不一樣的感覺 這好可愛喔 對啊 這樣很好看 其實這樣很休閒的感覺 我剛剛是想說 因為這個高領 所以我應該要把 頭髮綁起來 嗯 對啊 高領的時候 我也喜歡綁頭髮 這樣蠻修飾臉型的 對啊 然後你要記得 再戴一個大耳環 對 如果你戴毛帽你綁起來 記得留兩戳 記得留兩戳 對 就是 那它有一點點鬚鬚的感覺 有時候我會故意先綁頭髮 然後再 燙 燙下來的感覺 燙 可以燙捲 就是你知道電棒就是這樣子 這樣就超可愛的 然後這樣子 對 然後放一下大概三 五秒吧 五秒再放下來 它就有點捲 但是因為我手不燙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我的比較 今天 現在我比較 欸 後面有客人 後面一定有人在自拍 我穿這個是BK102 好瘦喔 好細的 好細的 因為我想說它有一點點大部屁股 然後側邊有拍唱 這樣腿變超長的欸 其實 對 然後因為你知道102就是 就是9分的 嗯 所以你搭球鞋蠻好看 但是因為我等一下 我們要先兩摔好像是 對不對 客人 看一下我們兩個 然後我們兩個是穿同一件 紅色更怪怪的 紅色更怪怪的 讓我來重新看 它比較緊 對不對 好像是 它比較小 就是一樣是同款 然後不同的傳達的感覺 不同顏色 嗯 不同感覺 290到你也好像10點 這這件CP真的 好可憐搭進去 對 而且我覺得它到底是做雙層的欸 就是不是 有的是單一層 就是看到裡面 它這個是做雙層的 它是做雙層的 然後你拍照的時候 你也可以站 把它藏起來 而且好像很冷的 雙層也可以 你這樣臉好像比較小 哈哈哈哈 然後你完全都是粉底 我們在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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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拍照不好意思 沒有它 然後它不會厚到不能紮進去 所以我才可以紮進去 對 然後小楊這樣放出來 下擺 這樣也是 它是有下擺 就是有做設計的 就是也可以單純 而且它有微微的泡泡秀 對 微微的 微微的泡泡秀 對 就是這季都有很多泡泡秀 那我很喜歡就是這種休閒的感覺 就是應該也要這樣子 這樣子 這種樣子 這個也是一個拍照的構圖的感覺 哇 超可愛 真的是一秒到 好可愛喔 一秒到很熟耳 這個好容易 好像很容易 民動咖啡廳 這樣好可愛喔 大家快點截圖 材質 有什麼那個 材質 有什麼那個 想點嗎 好像沒有 材質就是跟我們 就是大學期的感覺 就是絨布的材質 腳好長 因為我覺得這邊褲子 我覺得它這邊9分的 就是BK102 我自己很喜歡穿9分 我158 但是我覺得 穿9分 好像腿會看起來很長 因為露出一點點腳踝的感覺 你知道露一點點腳踝 然後搭球鞋 就很好看 就是因為如果你 穿很長的 然後它就是黏住了 我覺得 喜歡有一點點腳踝露出來的感覺 這樣腿看起來很長 直播快結束了嗎 快結束了 嗯 要先講味道 還是腮紅 腮紅 好 你們要看到最後 因為最後有一個壓軸 我們今天有小秘密 對 有新品 有小秘密 有小秘密 明天是12月13號 黑褲的尺寸 長起來是不是 明天是12月13號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 我們上禮拜五數外景的直播 有應該有 大家應該都有看吧 大家應該知道明天會有新品嗎 有人知道嗎 有人知道嗎 應該知道吧 應該有吧 還是我們的人去上面留個言 哈哈 有什麼說 我們自己說的 有有有有有 我知道 今天我們的人好像蠻冷靜的 對呀他們今天都很冷靜 都不理我們 都在工作耶 明天會有 快樂說了 快樂說了 有人說了 明天會有 耳麥米的新品 就是這個 大家有去試用嗎 想要看就是我們 詳細的介紹 可以去看我們之前的直播 往下滑一滑 對 這個是草莓 草莓 這個是野莓 草莓是很粉嫩的顏色 你現在是擦草莓嗎 我擦草莓 我現在是擦野莓 野莓好像比較粉 紅一點點 好 光好像不光 可是會 太近會不會吃癢 這樣呢 這樣 可是我是這樣子 這樣好一點嗎 我真的是照那個圓形臉這樣子刷 有人說現在知道了 有 就是明天 我穿什麼尺寸是說 大雪梯嗎 黑褲 我穿S號 因為它有鬆緊 對 它有鬆緊 美銀 說它去找不到適用 是只有在 鬆壽 信義衛秀店 才有適用 在裡面的 對 在店面的裡面 最裡面的部分 它急爆整 爆的沒有完整 對 十日明 最大生日 十日明天 就是會有兩個腮紅 還有大雪漆 然後 還有馬爾里 然後還有最後 腮紅介紹完了嗎 對 腮紅 腮紅詳細的介紹 大家可以去看我們上禮拜五的直播 應該大家都知道腮紅了吧 應該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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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你是比較 健康一點的膚色的話 可以用 1011野莓 然後如果你是偏白一點的話 就可以用比較淡的這個 102草莓 其實草莓好像算 就是算 淺淺的腮紅 應該每個膚色都蠻濕的 但我覺得 我要說一下 我來說一下 就是草莓 因為它是淡 它本身是淡的 所以你其實可以用 一層一層疊 但是因為我們 Amai Me系列 我記得一開始 我們就是 在想說 讓女孩都喜歡的女孩 然後 連新手都可以使用 所以 我建議大家都還是要用 堆疊的方式上去 然後像 野莓它 因為它本身比較深 所以它其實是非常顯色的 你們不要一個下手 就是這樣 不要 然後就 哇 野莓的顏色比較重 對 野莓是真的很顯色 大家一定要小心使用 不然可能朋友會以為你喝醉 但是野莓的 野莓色真的很漂亮 就是 很顯氣色 對很顯氣色的 如果你想要很自然 可依現在就是比較白色 很像冬天自然發色 沒有發現我一直在微笑 有點像那個 蘋果的 就是那個 然後 喝醉 微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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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蠻可愛的 很可愛 所以大家記得要用 筆刷 最好用筆刷吧 就是用刷子 可余的招牌就是 就用了那麼多東西都要這樣 那也可以先在手上 就要有這種聲音 對 小掉之後你再塗上去 對 就比較不會失手 要用那個鬆一點 大一點的刷 嗯 然後最後一個壓軸 就是 每一天我們的客服私訊 都被問爆 就是之前 哇 小陽去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不要出來 小陽之前去韓國穿的 黑色羽絨外套 就是每天每天都會 我來問說 什麼時候要上架多少錢 什麼的 偷偷告訴大家 明天會上架 明天會上架 哈哈 要講小聲一點 真的 哇 好寒喔 自己也要搶的外套 對 而且我還要幫我媽媽 我婆婆 然後 欸這樣會不會就賣光了 阿姨 不會啦 我等一下也要試穿看看 我也想試穿 而且它這件我剛剛偷穿 我覺得超級厚 超級厚 對 超級厚 我講一下好了 因為真的很多人問 然後 終於來了 然後我想 我們就是想說 最後的時候告訴大家 這個明天也是 明天的新品 嗯 然後我158 穿起來 我看一下 我的膝蓋在這邊 穿起來到我的膝蓋 剛好到膝蓋 嗯 而且你一定要穿這種 BK102 一定要戴那家褲 一定要戴那家褲 BK102 因為它有很多刷毛 所以下半身要穿窄一點的 對 看起來它比較爽 那我記得我在韓國的時候 是穿那個刷毛褲 是穿BK101的 刷毛褲只有出一款 喔刷毛褲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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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很保暖 然後這個是故意做兩件 夾兩件的感覺 它的帽子是故意夾兩件的感覺 這樣很可愛耶 超好看 而且我朋友 他在韓國唸書呢 他跟我說韓有每一個人都穿這個 真的一定要有褲 對 都是穿這個 對 然後它不是做拉鍊 它是做扣子的感覺 扣子的 終於來囉 就在明天 是明天 它不算厚重 它算輕的 但是有分量的那一種 嗯然後 它的袖口是做這樣子 就是束口 就是你 好像豐富會跑進去 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騎車 我覺得你要戴手套 手套 要戴手套 應該要不然會 好像會很冷 但是它就是 如果我們一般正常穿 就是束口 然後它的帽子 我覺得很有分量感 它也是做雙層的 真的耶 它很重的感覺 它是很重的 雙層的 然後你如果穿著羽絨外套 你不要再戴紳士帽 對 你選一個就好 選一個就好 我覺得最好看 應該是戴毛帽 我自己最喜歡就是戴毛帽 我自己最喜歡就是戴毛帽 它沒有分尺寸 就是五個尺寸 然後我158 然後我穿到這邊 到膝蓋的部分 然後小織女也可以穿 小織女露比要不要來試試看 就變長版 露比現在好像可以 還穿 還是零品 然後Molly來 都可以 那露比來 露比來好了 露比直接來 號稱150 號稱150的露比 我們來看看說他穿到哪邊呢 你穿的我看你的膝蓋 還好啊 你的膝蓋在這裡 對我膝蓋在這裡 你穿到他穿到小腿肚的上面 好像還好欸 好像還好欸 對啊 因為Ruby本來就喜歡穿oversize的 對 大件的 大件的 那是可以欸 好像這樣繡長也OK 明天就是腮紅加羽絨外套加BK102 165 165的 165的阿甘 對我們還有大學題喔 而且下週會非常冷 下週會非常冷喔 啊下週 那我們聽說 聽說禮拜六日會非常冷 那一定要 對 165 好漂亮喔 他先撐整個撐起來 165就是這麼多那麼多 不是他的多多 他多了這麼多 他太多了這麼多 你是不是很羞辱人嗎 多這麼多 他在膝蓋上面有差這樣 他穿起來在膝蓋上 好amazing 對啊 為什麼我穿起來在膝蓋 賴子們的那個 大概跟膝蓋差5公分的距離 165的差 我看剛摸四塊膝蓋 膝蓋怎麼在這 因為我穿起來也OK 然後秀長就是 剛剛好 但是如果你冬天怕冷的話 我建議你還是要穿一個 薄的長袖 好像可以給大家看一下秀口 很嫩 對啊 好像可以給大家看一下秀口 是縮口的這種 防風的 明天也會有大學題喔 Crispy Cream聯名大學題 那大家都看過 對啊 你明天買 明天10點 希望我們自己也可以買到 150 158 跟165 都有試穿了 我們好像還有再更高的嗎 可是我覺得差不多就是 就是 叫那個 男生 高齡大學 高齡大學 沒有刷毛 嗯 好 適於榮 那我們就結束了 那我們就結束了 我們還有什麼要講的嗎 最後再提醒大家最後一次 就是剛剛一開始我們穿的套裝 三色套裝 也就是這一邊的 公開分享在留言的禮物 快抽 哇 抽一個套裝欸 那個原價八百九 你說剛剛那個套裝啊 對啊 好棒喔 禮物好棒喔 可以自己選 好好喔 但是他原價八百九 特價五百九到明天早上十點 還有我跟小楊現在身上的 這個高齡大學題 沒有內刷毛的 也是特價兩百九到明天早上 非常划算 欸 明天還有那個要給他們看 要給大家看一下 應該看過了吧 看過了嗎 對啊 可以稍微瞄一下 瞄一下 在這邊 一下 明天 明天也有 就是大家很喜歡的大學題 很多 尋溫度很高的 嗯 169的話 因為我剛剛165差五公分 169會不會差九公分 應該也是這 應該就是在膝蓋上面 一定 就是在膝蓋上面 膝蓋上 158的話到膝蓋 那你如果 嗯 比158更高的話 應該就是 沒有到膝蓋 對 就不會到膝蓋 那你如果比158更矮的話 就是超過膝蓋 超過膝蓋 就是以這樣來換算 對 你以158當作基準點 但它其實 因為它是寬鬆 所以其實都可以 只是它在長度而已 那大家說拜拜 拜拜 拜拜 結束囉 嗯 拜